另外在台东 17号的中午 一辆载着英南三女的乡行车 行进台东资本临到 大约1.5公里处时候 一是驾驶恍神 整辆车是坠落了 几十公尺深的山谷 警销人员获报之后 立刻了前往救援 并且将受伤的人员 送往马街和基督教医院来治疗 至于意外发生的原因 这是由警方调查当中 下方人员合力利用审索 将坠骨受伤的民众 从下方拉上来 近日中午12点半左右 台东资本临到 发生了乡行车翻覆的意外事故 一辆搭载英南三女的乡行车 在行进资本临到大约1.5公里处时 一是驾驶恍神 导致整辆车坠落一旁 十多米深的山谷 而警销人员获报之后 立即派遣资本消防分队的救护车 以及消防车赶紧现场 并加派了丰田分队 以及特殊分队的人力 支援收救 闪一下就掉下去了 闪什么? 突然间就这样掉下去了 我也不晓得 有跟车子交会吗? 没有没有没有 自己就往侧边这样打下去了 往这边就这样打下去了 你们是家族出来玩的? 朋友 所限整起事故车上4人紧受到轻伤 而据消防人员表示 虽然坡度很陡 但因为有杂木挡住 因此滑落的速度并不快 才没有出现严重的伤亡 至于整起事故发生的详细原因 则有待警方做进一步的调查 记者陈基林 北南乡报道